高雄南子区12号凌晨发生了一起口角纠纷 被害人跟他的二哥的好朋友疑似有这个债务纠纷 酒后引发了争执 被这个刀利器砍伤了 而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 嫌犯早已经开车离开了 那么目前呢 远景将寻监视器画面来逮人 详细的情况连线给记者郭雨萱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远景正在积极采集现场 地上斑斑血迹鞋子还散落一旁 不远处还有球棒横躺 高雄南子区高峰街12号凌晨发生口角冲突 据了解双方疑似宅务纷 酒后在电话中发生口角争执 说明男子前往被害人家中理论 双方一言不合发生斗殴事件 被害的陈姓男子左肩以及右手虎口 疑似遭到利器划伤 附近居民听到声响吓得赶紧报警 至于动手的义方在警察来之前 已经鸟袖散 远景到城后赶紧将伤者送医 刀利器划伤 经消防人员协助将陈南送医治疗 陈南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 经了解细债务纠纷 旅酒后与友人起口角冲突 而衍生后续事件 所幸被害男子送医之后并无大碍 警方也将根据监视器画面 选现代人 以上最新 好 欢迎所有的朋友 赶快进来我们的聊天室 我们现在人数 爬得比较辛苦 从零开始慢慢往上爬 好 欢迎这个志良来了 以及这个秋芬来了 我看到你了 小探子也都还在 还有这个大小姐也来了 小众 早安 好 大小姐都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转到我们的子频道 反正动动手马不花脑 等一下马上就过来了 欢迎你们张强 廖帅通通都还在天空之城 玉秀早安 小探子大家早安 江才我也看到你了 好 另外呢 还有个最新画面来看到 是这个休假的远景 跟他的朋友相约 小卓没想到 却跟罪汉爆发了肢体冲突 双方呢 是在新北中和一间超商之外 看不顺眼爆发了推警 过程当中 休假的远景竟然被对方用力气刺伤 当场是见血送医 接到通报超商外头有人打架见血 远景火速赶到现场 受伤的男子表情痛苦站在超商外 原来新北中和11号凌晨4点多 逃信远景休假跟朋友在超商外喝酒 碰到两名醉汉也到超商购物 结果双方互看不顺眼 爆发口角还打起来 一战混乱中 逃信远景背部被利器刺伤送医 受到远景久后卷入纠纷还受伤 警方有一边通过监视器锁定 伤人的嫌犯盗案 最后依双方依设违法进行裁处 同样在中和则发生副职档 砍伤人事件 一名白衣男汉被害人当街打起来 没过多久 放下 没事 你跟谁打 你跟谁打 对 还在外面 没关系外面有我们同事 超商地板满是鲜血 雄姓父子党联手寻仇 原来53岁雄姓嫌犯 跟黄姓被害人爆发口角 雄姓嫌犯儿子在上班途中 看到父亲跟被害人争执拉扯 紧拿出工作用的水果刀 上前助阵还将人砍伤 被害人额头缝了三针 手腕也有刀伤 将双方待反所后 依杀人未遂及伤害回损罪 依送新北地方检察署承办 调查父子党有多上前科 儿子看到爸爸跟人起纠纷 想出气竟拿刀砍人 下场就是父子两一块送警局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有一名27岁台湾的游客 4月中的时候 他独自到泰国旅游 没想到他在酒吧里头 喝了一杯叫做孟婆汤的酒之后 他竟然失去了意识 醒来之后 他的人生没有重来 而是被抓去了缅甸的诈骗园区 他为了脱逃学电影里头 宝贝单从七楼垂降逃生 不小心坠楼摔断腿半身不随 直到最近他被救援回台湾 才让整个惊悚的过程 曝了光 泰国旅游大复苏 想不到却有台湾人到青麦酒吧 喝了一杯孟婆汤 醒来人就出现在面殿诈骗园区 甚至参摔断腿半身不随 这些脚都是你自己包的嘛对不对 这个是他目前他两只脚 这些都是外接的 这个打开都是被铁上插着 不知双腿碎裂插满 骨钉连胃锥也断掉 这名来自南部27岁的王姓男子 4月独自到泰国青麦丸 在酒吧喝了一杯叫 孟婆汤的酒之后 失去意识 苏醒时满身试图 竟被绑架偷渡到面殿远区 我就是约了10至20来个 开始宝贝丹 我就从7楼 啪啪啪啪啪 有车子回来 我就躲在冷气后面下 一瞬间醒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医院了 如同电影般宝贝丹垂降 却惨摔断腿 醒来时下半身全眉直觉 裤子稀巴烂 护士把口袋拿出的2000元 男子立刻把全省者 仅有的2000元贿赂 医院保全 这才联系上妈妈向外求援 当地的一位台商 去跟当地的园区 做一个交涉 才让被害人 没有继续被送回去园区 台湾没有绑架 台湾的外交困境也好 也是希望可以呼吁政府 大家一起来帮忙 这些受害的国人 当地台商配合救援组织 付了至少30万 才把被绑架 4个月的迪亚救回台湾 整个过程民间自力救济 国家队再度放声 百姓自生自灭 被害人就像问 政府到底在哪里 记得张佑茨 红玉兰代表报道 最近台湾真的是好雨不断 那么尤其短时间 雨下得又大又急 排水不急 道路马上淹水了 驾驶开车上路 如果在半路上遇上淹水 你到底是该停车熄火呢 还是继续往前开 日本节目曾经实验了 可以依照轮胎的高度 作为判断的依据 千万不要贸然地开过 这个淹水区 就连台湾专家都指出了 宁可等待脱掉救援 因为车辆一旦变成泡水车 荷包可能会大失血 大雨发威 狂炸台湾全岛 驾驶开到一半 干脆跳车用推的 想找警察帮忙 不好意思 就连警车夜遭殃 远景拎着大雨 卖力推车 车主们担心到还是发生了 台湾夏天迎来梅雨季和台风 常带来短时间倾盆大雨 驾驶塞在半路 水淹上来 究竟该熄火待救 还是怠速维持动力 专家这么说 标准动作靠边熄火 进气口排气管都不用塞住 因为没有用 宁可让车子熄火先泡水 也不要冒险涉水过 每种车子的速写 会引擎的高低落枪 二分之一算很保守 只要在二分之一轮胎以下 原则上都不会有问题 不过如果水已经咽到 引擎盖 恐怕要好好评估 是要修车还是直接报废 遇到淹水时 保持冷静 别贸然涉水 是情况放弃车子 脱离水坑 保命才是最要紧 记得中车来分享 乔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便宜 收督 3246 136 186 2019 2015 18